这是之前会看的情况 在西纸建成路178巷进来 一边是社区大楼 而另一边则是紧邻着货柜专用道 每天货柜专用道上 大车进进出出 长期来遭运问题 让住户们很困扰 只是要设隔音墙 却因为还没有达到标准而被打回票 只是除了遭运问题 一旁的建成公园 许多的家长都会带着小朋友来玩 不过上头就是货柜专用道 大人们也担心 上方如果有异物掉下来相当危险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市府也在这一段加装了隔音墙 我们非常感谢廖先祥议员的争取 跟补助一些经费 刚好借由我们这个建成公园 的防护网的施作 那一并来做一个隔音墙 那这个隔音墙做了之后 刚好解决了我们这个翡翠社区 这边大概困扰了将近20几年的 这个噪音的问题 只是因为这个噪音 它并不是连续的 它可能就是有经过才好声音 那所以说它的连续的监测的一个平均值 是没有超过法规的 那但是确实还是对我们的民众影响很大 后来我们趁着这个 我们汐子旁边这个建成公园的开闭 那也有一些家长反映说 我们货柜专用道上面 我们很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 异物 因为这个从上面掉下来 也会对我们小朋友做成伤害 现在隔音墙加装完成 新北市原料先祥也前往关心 抬头望去这一段的货柜专用到隔音墙 是做范围从靠近社区 一直到建成公园的上方 前阵子刚完工就已经有里民反映 噪音变小 做了之后啊 那个成效啊都出来了 刚做好之后 我也就接到一些住户 他们来告诉我 声音怎么少了很多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 先祥一眼的帮忙 我们有这个防护网的需求 那有隔音墙的需求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一次把它做到位 虽然说噪音没有超标 但是我们只要在做防护网的一个经费 在上面再加一点 我们就可以再解决另外一个 社区的噪音问题 那后来也有这个 在我们市政府的协助 那我个人也出了一些建议款 那大家一起把我们这个地方的两个问题 一并解决啦 就是大家常在讲的啦 一渐二个啦 忘了渐四个这样子 主要是担心上方货柜 用到有异物或是垃圾掉落 游戏区小朋友在玩不安全 这次加装了隔音墙 不但有效的改善噪音扰民 也兼具安全防护功能 加成惠林细子采访报报道